还有就是全台所关注的 副理乡长出缺补选 即日起要开始领表 那么代理乡长江东城 今天是由现议员中树镇 金淑敏林玉芬 副理乡代表会主席叶嘉宏 副理乡农会总干事张树华等人陪同 再加上各村村长 以及支持群众的处勇之下 18号的上午9点来领表了 那么阵仗之大 地方都相当关注 而江东城说 陈盟乡亲支持也十分的感动 未来也将会以副理乡亲的需要 以及福祉者来全力打拼 江东城一早 由多位地方人士陪同领表 展现团结气势 警惕退休的他表示 其实从来没有把参选乡镇市长 纳入他的考量 但年初派代副理乡长 在乡公所服务近三个月 深感地方团体 乡亲的爱护 让他非常感动 决定参选 一定会不论对象 不论何人 大家团结和谐的一个公司团体的合作之下的话 为我们副理乡所有的包括观光农业经济的建设 全力来打拼 我想让我们所有的乡民能够过着一个快乐和谐幸福的一个日子 翻转我们包括经济农业 还有观光的相关的产业的一个起飞 希望所有的乡亲继续给我支持 副理乡长出缺补选即日起领表 代理乡长江东城 由县议员中速镇金淑敏林玉芬 副理乡代表会主席叶嘉宏 副理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等人陪同 外加各村村长以及支持民众簇涌夏 上午9点零表 阵仗庞大 然后副理因为大家都知道 副理已经是很不平静很多年了 所以好不容易来一个行政经历这么丰富 而且有前瞻性的一个副理乡长的这些人选 所以我们觉得说副理乡亲都告诉我说 这个是他们所期待的 也希望呢 未来副理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同时我们的这个江乡长 他也是为人非常的圆融 然后也获得乡亲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副理乡长当选人张荣荣两度通知 未宣誓就职 是花莲地方自治史上头一遭 依法必须不选 选县委员会已经公告6月18号投票 4月18号起零表 24号到26号等级 记者高双双副理乡采访报道